我們看到第三題 第三題其實跟第二題大同小異 只是不一樣的地方是它數字又變更大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比方這個地方 這裡顯示cos1770對不對 你應該先怎麼辦 先除以360 先把它圈數先把它變三 這樣子會啦 所以我把它簡化一下 這個除以360之後的結果會變成什麼 啊等於cos的330度 OK 乘上tang11110的話 也是一樣除以360之後 dang11110 30度 好 加上這個的話是負的1560 你當然要怎麼辦 除以360對不對 但是呢 問題來了 你到底要把它用的是用正的表示還是負的表示 我建議你用正的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你用360乘 我的意思是說 360乘上某個數字 然後呢 最好的結果是接近於那個誰 1560 負的1560 而且超過它會比較好 譬如說 舉個例子 如果我稱以4的話 是不是1440 再多個360 是變成了1800 你就拿1800扣到它就好了 是變成240 聽到我講的意思嗎 你就說你是負的160 你那個逆時真的轉了幾圈 轉了五圈 那結果是一樣的 明明是相同的同界角對不對 你不要用到那個什麼 你負的1440變成負的多少 負的120 那個負的話 比較不好想 用正的比較好想 所以等於sine 240 會啦 然後呢 乘上多少 乘上這個tang 495 乘tang495 那495的話呢 你用360扣的話 應該是135 OK 好 再來除上它 下面的 好 sine的1560 其實剛好跟這個 負的1560 可以跳環出來思考 你到底是減掉多少 減掉那個 100 減掉1440 減掉1440 所以法律多少 sine的120 剛好可以拿來用 對不對 好然後呢 這個是tang-510 我建議用加720 對不對 就變成了210 就變成乘上tang的210 OK 再減掉cos-240 4一樣 加360 就會成了 125 這樣子 後來 剩下的話呢 就跟上面的題目 是一樣的做法 去找他答案就可以了 好 所以答案呢 這個可能要自己算 好不好 這個 快速跟你講一下 這個一樣 360 跟330 330的話 就剛好差30度 所以就給2分之跟3 對不對 然後呢 因為它在第四向線 它是正動 所以就不動了 好 tang-30度的話呢 可以直接寫答案 tang-30度 直接寫呢 更好3分之1 對不對 好 加上上來240的話呢 240等多少 相當於60度吧 因為180加60 所以相當於60度 所以就寫2分之更好3 但是因為它是第三向線 所以是 負的 好 當我寫135度的時候的話 我就是可以直接寫 是跟45度有關 就是2分之更好2 也是一樣 因為它在第二向線 所以tang-應該是負的 這樣子 會啦 好 那3120的話 可以直接寫答案 3120的話就是寫2分之更好3 因為它第二向線是正的 然後tang-211呢 tang-211 30 相當於tang-30度 對不對 tang-30度的話 等於 更好3分之1 而且正的 因為它是第三向線 所以是負的 然後 它在第二向線 所以是負的 所以是負的 那會不會只是計算的問題而已 會啦 OK 所以答案呢 就給你 答案就等於 2分之1加2分之更好3 pang-135 就是45 90加45 然後它在第二向線 所以是負的 我可以換給你嗎 所以你看 90加45 所以這135 所以就這樣 在這邊 所以45的1比1比 更怕2 然後因為它第二向線 所以是負的 這樣子 噢 我寫錯了 應該是1才對 對對對對對 sorry sorry 是我錯 1才對 tang-45度應該是1才對 我把它想成345度咧 這樣子 會啦 OK 好 這裡看一下